男人路上捡到一根手指 带回家中寺呀 不久后他却发现手指变成了一个怪物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手指 威力是一个无业游民 对于他来说生活呢就是无止境的贷款 三年前他的妻子离他而去 现在的他呀孤身一人十分无聊 每天上街闲逛时 他总喜欢捡一些小玩意儿回来 而这天他发现一个不寻常的东西 一根手指 他很好奇捡回去在网上查阅 可摆度了半天也没能看出是哪种动物的 忽然威力不小心打翻了酒瓶 他手忙脚乱 等下一秒 威力十分惊奇 他找了个盒子把手指保存起来 放进了冰箱 第二天起来 威力发现手指不见了 他到处寻找 却看见手指静静的躺在地上 他由之前的一根手指长成了两根 威力试探性的把手伸过去 手指还和他握了握手 威力露出笑容 闲着也是闲着呀 威力开始精心照顾起这根奇妙的手指 很快 手指长成了一只手臂 为了保存它 威力把它放进了大冰箱 他思考过 要不要把这件事报告给科学家 但作为一个孤独痛苦的人 这根手指是他唯一的伙伴 威力决定观望一阵在说 几天后 威力正在吃早餐 忽然一阵异想传来 威力急忙赶去 却发现手臂已经不见踪影 而房间的小窗被打破了 他心生遗憾 认为手臂气叹而去 他有点无助 晚上他孤独的坐在沙发上 但此时 异响再次传来 他紧张的拿出一把枪 可打开冰箱一看 手臂竟然回来 不过 他现在已经不是手臂 而是长成了一个形如异形的小怪物 威力大惊失色 这时他发现冰箱边的地板有血 他顺着血迹看去 桌上稳稳的放着一颗心脏 忽然敲门声响起 威力吓了一跳 他打开门 外面是两个警察 对方表示 威力的前妻在今早被意外谋杀了 询问威力是否知道什么情况 威力心里直犯嘀咕 他感觉这可能跟自己的异形创物有关系 但为了不牵连自己 他便撒谎不清楚情况 警察离开后 威力立即打开电脑 他知道警察一定会再来 为了做好应对 他打算搜索一下警察办案的流程 可这时门忽然打开 小异形爬进房间 他一跃跳上桌子 威力吓得直发抖 他紧张的回过头 小异形看到他迅速向他扑来 威力怕的缩在地上 以为自己要凉了 但没想到小异形并没有伤害他 他趁威力发出叫声 似乎在跟他打招呼 威力试探性的说了几句话 小家伙竟然能听懂 他渐渐放下戒心 一人一怪开始聊几天来 威力拿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混熟之后 威力开始给小异形清理身上的血迹 还跟他一起看电视剧制爆米花 为了不让警察找麻烦 威力扔掉了他带回来的心脏 可第二天 小异形又把心脏叼回来 放进了冰箱 威力很头疼 只好把心脏剁碎 放进洗手池里冲掉 这天威力安顿好小异形后 又出门闲逛 路上他差点被一辆汽车撞到 他跟司机吵了一架 司机对他竖了个鄙视的手势 随后扬长而去 威力很生气 破口大骂 等回去后他发现 异形又不见了 而晚些时候 他带给威力 那辆汽车尾部的挂饰 和司机的松脂器官 威力意识到 小家伙为了报恩 在猎杀所有威力讨厌的人 他很高兴 清理掉了战利品 之后小异形猎杀的人越来越多 范围也越来越广 一次 崔寨元打电话给威力 威力只是随口骂了一句 小异形便消失了一整天 带回了崔寨元的舌头 而见此情况 威力不仅不害怕 反而很感谢小异形 他认为 小异形是唯一关心他的 他脑海里不断的遐想 小异形是如何越过半个国度 找到崔寨元的 好景不长 不久后 警察再次找上门 他们还在调查 威力前妻的死亡事件 希望通过威力 得知前妻两个孩子的位置 警察指出 他身上沾有红色的血迹 威力谎称是果酱 匆匆关了门 他回到房间 果然小异形已经带回了两个孩子的人头 原来因为讨厌前妻和继子戒女 威力一直在吐槽他们 而听到这些的小异形 便替威力下了杀手 威力深呼吸一口 此时的他似乎有点精神失常 他看着血淋淋的头颅 面不改色 拿起锤子 就猛砸起来 窗外警笛声响起 威力很快被抓走了 画面一转 镜头来到一间囚室内 此时的威力呢 已经被诊断成精神病罪犯 接受关押治疗 所有人都认为 小异形是他幻想出来的产物 但威力坚称他存在 并表示他只是在帮助自己 他愤怒的发泄对生活的不满 说 小异形爱我 他一定会救我出去的 恍惚中 小异形的叫声传来 故事结束 手指是2019年恐怖美剧 鬼作秀中的一则小故事 关于片中的小异形 是否真的存在 众说纷纭 一方面片中的凶手可能就是威力本人 因为过于孤独和不满 他形成了人格分裂 如果小异形真的存在 那他之前拍的照片 明显就可以拿来当成证据 但另一方面 如果威力真的是凶手 那在所有死者中 横跨了那么远的接线员 他是如何杀到的呢 对于这一点啊 故事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其中的悬疑和恐怖 才让人回味无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